三张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 TIFF档 TIFF这一张 这个是最后完成的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一个背景 然后两个水管 这边可以流水 那这两个水管 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水管 所变出来的 后面这个水管的话 它其实是缩小了60% 缩小 OK 还记得吧 怎么缩小 Ctrl T 另外的话 它有点半透明 所以它的透明度 不透明度 调为65% OK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 各位可以看到 它原来是 它这个背景 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模糊掉了 OK 所以你要怎么样 让背景模糊 OK 第二个呢 本来这一张背景图 它有点像夏天 有点像春天的感觉 可是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有点像冬天 有点像秋天 变色调 这个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里面很多功能 包含什么呢 影像里面的摄像调整 其实就是把色彩的饱和度降低 或者是说把一些 反正这里面很多 另外呢 把那个背景给模糊掉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模糊 那模糊有很多种模糊方式 那其实这个模糊 跟那个所谓单眼相机拍出来 有没有 类似像那个模特很清楚 可是背景很模糊 这个概念应该 干过很多照片都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有一个概念叫景深 景深如果很浅的话 那相对的背景会模糊掉 人会很清楚 可是问题 像那种单眼相机拍的 如果你比如说你用数位相机 或者是你用手机拍的 就照不出这样的效果 可是如果说你要改成 有点像什么 单眼相机拍的 那要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你的背景模糊掉就好了 那至于要模糊多少 你可以自己调整 也就是那个景深 本来没有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做 那我建议以后真的 你如果放在FB上面的相片 真的要做一点设计 让他感觉你这个人是有质感的 千万不要让他感觉 你那个放上 你这个好像 对 所以你的相片放上去之前 可以先后置一下 让人家感觉 你真的很不一样 是你的相机很厉害呢 还是你的后置功力很厉害呢 其实也许人家 有些人没有注意那么多 而且你这个人很厉害 很有质感 那你当然就加分了 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OK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让人家怎么感觉到你不一样 有很多地方 OK 好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题目里面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其实第一个就是他要我们做的 就是把图先打开嘛 这个应该没问题 跟那个TIF档相符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有123 三张图 一二三 那第一张的话呢 请你把水管选取起来 记得哦 那个水管这个地方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快速的选取起来 然后呢 把它贴到那个刚刚的风景那一张照片 图层名称改为图层一 然后呢 注意边缘不可以明显的破绽 也就是说不可以像 那个哦 有马赛克或者有狗啃的现象 OK 就是说尽量要让它很 好像是真的那个水管就在那边 那这个很注意哦 你们之前那个吉祥物那个也是一样 有些同学好像有点急救张 看得出来好像被狗咬一下那个感觉 因为边边奇怪怎么锯齿状 所以那个都不合格 那可能要扣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要怎么样让它能够非常的完全看不出来 首先的话第一个先切到那个水管这一张 这个是PSD01之一这一张 那我第一个要怎么把它去背之后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背景里面来 所以你要怎么样快速的把它的 怎么样水管选取起来 那前面有讲过了 其实主要就是利用 两个选取工具 这边有个快速选取 主要是选大范围 细部的话 你再利用那个套索工具 或者是其他套索的其他工具 当然我主要 我有讲到套索啦 不过多边跟磁性 你们自己也可以玩玩看 反正它这个像磁性也蛮方便 它可以帮你吸附住可能的边缘 OK 所以这个当然可以试试看 所以首先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 请各位用快速选取工具哦 或魔术棒啊 魔术棒的话比较适合就是 它的背景是单一颜色 单一颜色的话呢 你直接用魔术棒很快就选 可是快速 如果背景不是单一个颜色的话 那比较容易失败 所以这个魔术棒工具 假设你这边点一下 它会这样子 有没有 它主要抓什么 抓这一块 对不对 那你可以再加 有没有 这边有个增加 有没有 增加可以再点一下 有没有 它会再增加 不过你会发现 它会越加越多 可是它会有一个小块 你变成你要一直点 一直点 把它的背景先选起来 不过其实 我觉得也倒也 这就不行了 所以这一招用魔术棒 感觉不是很OK 那怎么办 改成快速选取 记得把这个选取区 先取消一下 因为如果你选过了 就会有一个选取区 那选取区要怎么样做取消 其实你可以从这边 把它取消一下 那用快速的话 记得就是点它一下 不过它很厉害 点第一次 它是增加一个选取区 点第二次 它会改成 自己帮你改成增加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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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再把它扣掉 有没有 扣掉对不对 这个被扣掉 可以扣掉 OK 所以你可以透过加跟减 然后因为我选的是背后 所以最后怎么样 记得把它 反转 反转 那反转完之后 当然 大范围已经选好了 可是小范围 Ctrl 加 Ctrl 加是放大 Ctrl 减是缩小 那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怎么办 利用 套索 这个时候套索 套索里面 还要特别注意 不用 不能直接就直接选了 记得 这套索上面有个 预设是增加一个选举区 如果你增加一个选举区 原来选举区可能会被影响 所以记得 你这一块如果要选进去的话 用什么增加 如果要扣掉的 比如说我们多选的地方 把它扣掉 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很重要 记得上面 请你把它改成增加模式 增加 另外一个是减去 增加 像这一块 记得 如果你要做得比较完美的话 建议是把它放到最大 越大越好 像有一些杂志的封面 它们为什么几乎看不出破绽 其实就是放到很大 再慢慢去选取 那如果你要把它加进来的话 建议是从里面绕到外面 把它绕一圈 里面 往外面 这样子绕一圈 OK 这一块 加进来了 但是呢 这边有一小块 多选的 应该算 多选的 要把它剪掉 所以再放大 这样有没有看出 这边有一点点 所以你用剪 剪的话 记得从外面绕进去 把这一块扣掉 一点点而已 OK 如果你要做到很完美的话 然后这一块可能少了 所以你可以再增加一下 这一块绕一下 然后再往下 这一块的话 其实可以扣掉 所以扣掉怎么办 用剪的 从这边里面 往里面绕进来 也许阴影的部分把它扣掉 有没有 当然你有没有发现 你放越大 它基本上就会做得很细 然后再往下 这一块怎么样 扫了 所以把它补进来 从里面绕到外面 可以有没有 那这边又扫了 再从这边 绕一圈 放开 那当然这个弓很细 所以还蛮适合 我是现在工作很多地方 蛮适合女生 就是做这些事情 但这地方的话 你就细部的自己再调一下 这边扫了 再绕一下 增加进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做一下 像这一块也是少了 所以从里面 绕到外面 这个时候呢 手要抓得很 就是抓滑鼠 抓得很紧 尽可能的 就是不要晃动 否则有些细节 你可能没办法 那怎么样才叫做最完美 其实有时候 尽量揉顺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让人家感觉 看起来就很突兀 如果让人家感觉 有点突兀的话 那就表示 不是真的要有点 不过有时候 你可以分几次做 像这个 这边就 就有点歪掉 怎么办 没关系 再把它扣掉 OK好 时间的关系 大概做一下 这个要整个 把它做到很完美 恐怕要花蛮多时间的 所以等一下 尽可能 你们作业成绩要高的话 就是尽可能 不要让我感觉到 你这个有边缘 很奇怪的边缘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一块突出来就不对 所以上面这一块 其实可以不需要 因为我看完成档 好像没有突出来这一块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扣掉 扣掉的话 从外面什么 绕到这边 拉一条线 OK 有一些可能 线不够细的话 其实尽可能还是把它拉到一致的 这个真的很花时间 连一点点线 好 大概这样的 最后Ctrl-减 再把它缩小 好 看起来应该完美了 可接近了 好 那这再来怎么样 Ctrl-C Ctrl-V的话 请你贴到哪里 背景 Ctrl-V 然后位置呢 基本上 请你把它稍微往下移 移动工具 有没有 往下移一下 放在大概这里吧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把它放大看 有没有锯齿状 好像没有 还算柔顺的话 那表示你这一张合成算是及格了 OK 好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利用那个 特别重要 大范围 用快速选取 小范围呢 用套锁 如果说你背后颜色 如果完全一样的话 那你可以用魔术棒 好